那么讲到好色坏德的一个例子 我想举一个名人 这是民国时代著名的诗人 徐志摩 大家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吧 这个徐志摩 大家都知道他很会写诗 那么他的这个 恋爱史和婚变史 可以说是比他的文学作品更轰动于史 他是出生于浙江一个大夫人家 刘玄英国 父母做主给他找了一个媳妇 夫人叫张又怡 端庄善良 具有传统妇女的美德 敬重丈夫 孝敬公婆 而且给徐志摩也生了个儿子 后来父母家有钱 把这夫人送到英国去陪读 那么结果呢 没想到徐志摩呢 他这个人呢 就喜欢文学 很浪漫 在英国呢 就结识了一位呀 财貌出色的女留学生 叫林威音 这都是名人了 结果他就一见钟情了 于是呢 就想啊 把自己的现任的夫人呢 抛弃掉 要追求林威音 这个当时呢 徐志摩呢 就想出用种种的方法 要跟这个夫人呢 离婚 结果呢 当然夫人是 肯定不愿意嘛 这是有传统负德的 过去啊 没听过什么离婚的 这离婚 现代人是变得好像啊 一个 一个很常用的名词了 以前哪有这些事 他说如果你要离 你得要争夺父母同意 那父母当然也不会让他离 而且呢 这个当时张又怡 已经身又有了孕了 结果徐志摩呢 却呀 狠心呢 让这个张又怡呀 去堕胎 去流产 当时呢 张又怡说 这个堕胎是很危险的 有的人打胎会死掉 那徐志摩就冷漠地说 坐火车啊 还有出车祸的吗 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 你看 这样的一种心地 完全的 没有恩义 那么结果呢 这个张又怡很痛苦 又怀了孕 只好呢 跑到了这个德国 去找他的兄弟 在兄弟那里啊 这个先过一段日子 那么后来呢 兄弟呢 就让他呢 把这个儿子生下来 结果呢 这徐志摩呢 又追到了德国 拿着这个 离婚书啊 一定逼着张又怡 去签字 那么徐志摩还说 扬言啊 我要成为 中国史上第一个离婚的人 结果呢 在 徐志摩的 这个墙壁之下 张又怡 只好呢 被迫签字 真的成为了 第一例离婚案 那么徐志摩呢 他看到了 终于如愿以偿了 立刻就跑回英国 去找那个 林维音 结果呢 没想到 林维音呢 竟然悄悄地回国了 那么他是啊 因为呢 当时嫌弃 徐志摩已经是 有父之父了 而且呢 他觉得呢 这个林维音呢 他的这个 虽然有诗人的那种热情 但是呢 不足以信赖 人品不足以信赖 所以呢 就回国了 而且呢 也嫁给了另外一个人 嫁给了 这个这个 另外一个 一位一位男子 这当时呢 徐志摩呢 就很傲丧 简直就是 赔了夫人又责兵 没办法了 最后呢 他回国了 回国回到北京 结果呢 又认识了一位 他朋友的妻子 就是陆小曼 这个是很有名的 徐志摩跟陆小曼的念情 陆小曼呢 也是一个漂亮的才女 这女子长得漂亮啊 有时候也会招惹很多麻烦 再加上有才华 这才华嘛 他肯定就会比较的出众 那么自然就会呀 若这个招风若蝶了 所以 古人有句话讲啊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也有点道理 让你减少麻烦 你才能保全你的德 你才华出众的 所谓的这个才女出名了 是人人就追求 当然这个无才便是德 真正的意思呢 是讲真正贤女啊 心中没有把才 看得很重 即使是有才华 也若无若虚 好像没有才华一样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真正的大德 结果呢 徐志摩就追求陆小曼了 结果呢 两个人呢 就真的好起来了 不顾社会的非议 不顾两家父母的 愤怒的反对 那陆小曼最后 成了第二例离婚案 离了婚之后 就跟徐志摩结婚了 那么 当时呢 陆小曼其实也怀了孕 就怀了他的前夫的孩子 这件事情呢 他不敢告诉任何人 连他自己的前夫都不敢告诉 连徐志摩也不敢告诉 因为什么呢 他自己愿意离婚 而跟徐志摩过 结果想了个法子 就去做流产 把孩子呢 就打掉了 结果没想到呢 自己打了孩子以后 身体啊 就一蹶不振 不仅呢 不能再生育了 而且呢 一过夫妻生活啊 就会晕倒 就会昏迷 所以这堕胎啊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伤害 那我们知道 三世因果就晓得了 那个自己的儿女啊 那如果是被 就是堕胎杀掉了 你看他的怨气有多深 他岂能放过这个人 这个母亲 所以陆小曼从此的身体 就很差很差 这个得了肺病 那我们学了这个中医就知道了 肺啊 对应于义 如果一个人不义 他就容易遭感肺病 那陆小曼就很典型了 不义啊 这个夫妇之间要讲义啊 道义恩义情义啊 没有 完全是追求自己的 所谓的情感 啊 所谓的爱遇 好色坏德 嗯 那么 这个 这个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之后 结果父母 啊 徐志摩父母啊 很气愤 断绝了 对于徐志摩的供给 以前呢 这个 这徐志摩有钱啊 父母在后面呢 给他支持 现在呢 一断绝了 疾痒了 就得靠自己工作 去维持生计 偏偏陆小曼呢 又是习惯于啊 这个散漫奢侈的 这个生活 啊 因为他也是出生于名门呢 啊 他的前夫 曾经在美国西点军校啊 去学习过的 啊 后来回到哈尔滨呢 做过司令员 你想想这样的家事 啊 所以养成了这个 糜烂而奢侈的生活习惯 那这个用钱是大手大脚 所以累得这个徐志摩啊 东奔西跑 那只能教课啊 啊 他一身兼着好多个大学的 啊 这个 任 这个 任课 啊 后来呢 他们移居上海 而徐志摩又在北京大学教书 啊 结果呢 啊 这个疲于奔命啊 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 那 那时候呢 这个 已经有飞机了 那个飞机也是很古老的 那种 啊 飞机 而且很小 啊 那徐志摩呢 啊 他这个 有关系嘛 就认识人 所以他能够坐那个飞机 啊 来往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啊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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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呢 最后啊 竟然又 在上海啊 啊 啊 过上了糜烂的生活 啊 吃鸦片 啊 跟这些戏子们又打得火热 那 那徐志摩呢 只是啊 啊 有苦不能言 啊 啊 最后在 1931年 11月的时候 他为了到北京啊 啊 去啊 听他所追求过的 那个林威音 啊 那么 林威音呢 在北京有个演讲会 啊 他要从上海啊 飞到北京 结果呢 飞机啊 中途失事 啊 这个壮 就 就是 坠落于舟山 啊 那么 徐志摩呢 死的时候啊 就35岁 你看他们 这个 徐志摩 陆小曼 只结了 结婚五年 结果呢 啊 徐志摩就 命丧皇权了 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人啊 不讲道德仁义了 那天 就会把你受过去了 所以啊 这个是 非常 啊 这也是真人真事 啊 大家都晓得的 啊 只是可能呢 啊 没有人像我这样 把他的这个 绅士啊 来揭秘 实际上就是这样 不外乎就是因果报应 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 也读徐志摩的诗 很多这个 年轻人呢 都喜欢看到的诗 因为听 读起来有点飘飘然 啊 实际上 现在学了佛之后啊 那完全都是呢 啊 这个 不是建立在 道德仁义上 不是真正的学问 啊 那种 完全是什么呢 叫人呢 啊 迷惑颠倒的 所以这个诗我以后再不看了 啊 真的不值得我再去看 首先要看 他的人品啊 啊 这好色之人 必定是坏德 坏德之人 必定遭报应 啊 那陆小曼呢 他这个 后期结果也并不很好 啊 徐志摩死了以后 他当然自己心里很 很伤痛 啊 那么结果呢 在 呃 后来因为他得病 遇到一位医生 啊 这个医生叫 翁瑞武 啊 常常给他做推拿 啊 结果两个人呢 这是常常啊 这个在一起嘛 就啊 这个 这个陆小曼呢 于是后来也委身于他 虽然没有正式结婚 但是等于是同居 啊 那么最后呢 这个陆小曼呢 呃 是在 上海 呃 在 这个 这个 呃 身体很畅 啊 那么到了 六十三岁那年 就过生 啊 死的也算是比较早 六十多岁 很年轻 啊 因为 个人呢 他的人品 啊 不注重啊 所以呢 身体一定是不好 啊 特别是女子 啊 如果啊 不讲究真操 而啊 全 随着自己的所谓的情感 啊 爱欲 这个 那招之的果报 是不可避免 啊 有一句古话讲啊 三经成一毒 专商啊 不解女 啊 就是一个女子 如果跟三个男人过 那这个人身体肯定不好 啊 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啊 他就有毒了 啊 那么他们的所谓的 文学 啊 艺术 那就是 应了弟子规上讲 这个 不利行 但学文呢 涨浮华成何人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被徐志摩抛弃的第一任夫人张又怡呢 他被先生遗弃以后 这个人呢 很有德行 啊 很能够啊 啊 这个 自强 他对于徐志摩的父母 依然是 孝敬 就好像是公公婆婆一样 虽然是解除婚约了 但是呢 他公 这个 徐志摩父母 把张又怡认作义女 啊 这个义女对他们呢 继续保持孝敬 后来呢 张又怡也很能干 在上海开了一家女子银行 啊 这个 另外呢 也经营服装生意 事业上很成功 后来呢 他还要抚养 就是给这个陆小曼呢 寄钱 这种啊 心量啊 那确实令人佩服 他没有嫉妒 反而呢 还这个 帮助啊 挤养 陆小曼 而且呢 把徐志摩的那个儿子 养大成人 那个二儿子呢 后来夭折了 大儿子养大成人 并且张又怡还 这个在台湾给他出版了 给徐志摩出版了全集 那么张又怡呢 他去世的时候 八十九岁高龄 这是长寿啊 为什么呢 人有德 德必定得康寿 必定得幸福 必定有儿孙的孝顺 人们的尊敬 那么好似坏德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这是在近年 现在呢 特别是啊 这个 所谓的网上的交友的问题啊 往往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对年轻的男女 会有那个 如果交友不慎 会产生啊 不可设想的那种在后 那我讲其中一个例子 在香港 有这个华裕集团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这个电视媒体的一个集团 那么他的一个副总裁 那么在网上呢 交友 这个有一次呢 就约这个 女友啊 他自己本身呢 已经有家庭了 有妻儿了 这个到了广州呢 就约这个 网上的女友 来见面 到了酒店 结果呢 这个 两个女子来了 年轻的女子 那都是呢 二十二岁的 年轻女子 那么没想到呢 这两个女子背后啊 其实是一个犯罪集团 他们是用色诱的手法 来谋财害命 结果呢 这个 副总裁啊 就成了猎物了 那么跟这两个女子一起啊 这个欢心的时候 喝酒 酒里放了迷药 他就不省人事了 等他醒来之后 发现呢 他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 男人 手拿着刀 逼他呢 讲出啊 他的银行卡密码 因为他的所有的财 这个钱财啊 都给拿走了 剩下这个卡 还需要有密码 结果呢 这个 副总裁啊 看到这前面站的是个年轻人呢 就想吓唬他 大喊大叫啊 想要求救 没想到呢 这前面站的人 就真的是杀人不眨眼 就连续捅了他十几刀 当场就毙命 那么这个副总裁 年薪一百四十万 有很好的家庭 很好的事业 结果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这是后来案子破了 才有这样的 这个得知这样的消息 所以啊 好色 坏德啊 实际上啊 正是把自己推上 推向了地狱的深渊 怎么能够啊 不防备呢 有恶念 要知道 灾生于细微的恶念呢 一念不正 可能就遭灾祸 这个灾祸 那么要防止 淫欲 这个事确实不容易 有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同修道友 也都 这个问过我 是这个淫欲啊 怎么样降服 那在现代这个社会啊 确确实实 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么如何来降服淫欲心 我们总结啊 这个啊 主要呢 有三条 一个第一 要知因果 像我们刚才讲的的例子 这就是很明显的 真实的因果报应 那现在的因果报应 可以说触目皆是 几乎每天的报纸 杂志 网上的新闻 多多少少都会有 这一类的案件发生 啊 那么刚才举出这个副总裁 这是男子 女子也是一样 啊 我早上去九龙公园 散步的时候 就看到 那个大府的一个广告 啊 这个广告呢 是政府出的 提醒年轻的女孩子 啊 叫这个谨慎呢 教网友 啊 可能呢 这些在网上啊 这个互相 通信息的这个 可能都是啊 啊 那个 啊 有犯罪倾向的人 啊 他这个广告上面呢 这边画了一个女孩 那边呢 画了一只狼 啊 一只色狼 啊 戴着一个人面的面罩 啊 然后提醒我们 交友要注意 啊 那在这个问题上啊 啊 堕落的 啊 这个招致 祸殃的 那是不胜美举 上次陈俊宇老师 在此地讲女德的时候 特别讲到 这个真操的观念 啊 他就提到 他说他所认识的 一个朋友 一个女孩 十九岁 啊 大学生 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高 啊 结果他就是跟他 哭诉过 一个 自己发生的 这个事情 啊 所以呢 他有 这个有一次呢 他的一个同学 啊 这个也跟他同龄的 啊 也长得很漂亮 就找他一起 说这个 去 去挣点钱 啊 陪陪客人 啊 说这个 有个老总啊 找他们呢 就是帮陪陪酒 啊 说没有什么的 啊 就是陪陪酒 收入也很丰厚 啊 这女孩啊 她觉得好玩啊 就过去了 去了 结果呢 没想到呢 就刚喝了一口酒 这个 这个女孩啊 就觉得肚子痛 不对劲啊 这个全 整个脑袋 天昏地暗 啊 天旋地转 地转 啊 他说他一定要回家了 不能再下去 啊 大家想劝止他啊 啊 他他 他自己坚持要回去 啊 回去之后啊 才知道自己啊 原来是 这个 吃了这个 有带有名药的酒 啊 结果他那个同学呢 就 受害了 啊 在昏迷当中啊 就被人强暴 啊 后来还去堕胎 啊 然后这个女孩啊 啊 跟陈老师 谈起这个事情啊 心有一计 啊 后怕 啊 讲起来 她是眼泪直流啊 幸好当时啊 这太危险了 啊 那么这个同学就 就啊 没有逃出 虎口 啊 所以啊 这个 现在 确确实实应该啊 强调 这女德教育 啊 这是维护社会安定 啊 这一个大根大根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争吵观 这是 啊 因果教育 啊 还有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人要有 立志 做圣贤 啊 做圣贤是什么呢 就是要遵守伦理道德 啊 守礼守戒 这是根本 圆圆 啊 就是圆贤啊 向孔子请教 人的道理 圆圆问人 孔子告诉他 如何下手 啊 就是似物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似物啊 要做到 凡事呢 这个不健康的 不合理的 这些画面 这些内容 啊 这些所谓的 啊 这个活动 我们都不参与 不受其污染 那么自己要真正立定志向啊 做圣贤 做君子 啊 这个女子 也一样能成为圣贤 啊 像周朝三太 那就是圣人的 啊 孔母 孟母 这些都是圣贤的 女子 啊 这个男子 这个男子更是如此 在明朝 有一位啊 哎 这个 很著名的啊 文人 他叫刘里顺 他曾经是啊 考上了 状元 那么 他在没有考上 公民的时候呢 他家里比较贫寒 所以呢 在一个当地的一位富翁家里面啊 做私塾先生 啊 给他教子弟 啊 那么 这个 这个富 富家的主人呢 非常敬重啊 刘里顺的 德行和学问 啊 那么也想好好地照顾他 于是呢 在家里啊 挑了一个非常 这个 年 年轻而美貌的 侍女 啊 来给他照顾生活 啊 让他住在 哎 这个 刘里顺的房间里面 啊 跟他呢 同喜同住 啊 同吃同喝 啊 这如是过了三年 啊 本来主人的意思呢 呢 就是让这个侍女啊 将来就做他的侍妾的 结果 三年以后 刘里顺呢 要上京赶考了 啊 要辞别主人 特别感谢主人的好意 啊 对他的照顾啊 啊 那么让他呢 说这个 女子啊 啊 可以啊 给他在 另选 婚配 这个主人呢 听了之后 心里就有点不高兴 啊 就跟刘里顺讲了 说先生 你跟这位啊 女孩啊 招募相处啊 三年 也该有感情了吧 就让他给你做一个侍妾吧 何必还要说 让我给他找 令 令 找婚配呢 啊 这刘里顺呢 就非常 严肃的 跟主人讲 说 主人 您的美意啊 我心里 但是呢 我绝不是那种好色之徒 读书人 明理 那怎么能够说 没有取正事之前 就有侍妾呢 因为古人 他是允许啊 这个 一夫 多妻嘛 有妻有妾嘛 但是呢 先要明媒正取 这个正事 而且呢 是正事 比如说 没有办法 留后代的时候 那你才允许考虑啊 适切的问题 啊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 啊 真的是为了传后代 啊 结果呢 这个主人呢 听到刘里顺这样的 振振有词啊 心里呢 有点半信半疑 于是呢 就找人呢 来 问这个女孩 并且给她验身 才知道她真的是清白 于是呢 这个主人呢 对刘里顺呢 就非常的敬仰 那后来 刘里顺果然呢 考上了状元 所以一个人呢 德有多高啊 他的功名 他的成就就有多高 这个是什么呢 刘里顺啊 立志 惜胜 惜贤 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位 著名的理学家 所以 这人有 大志 自然 就不会在这些 啊 这个这个 男女之色上 去用心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刚才讲的一个因果 一个是要立志 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当前面两个都不管用的时候 啊 这还有最后一道防线 那前面这两道呢 是很重要 那要同时并重 但是第三道呢 完全是自己啊 修我们的新的方法 这就是佛门里提倡的不敬观 周安氏先生 在他写的《欲海回狂》里面呢 非常提倡用这种方法 尤其是对年轻男女 这个 要过这个关 这个是非常 有效的 我讲一个故事 在唐朝 有一位名相啊 叫狄仁杰 他是 这个武则天时期的 贤相 他在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考上功名之前 有一次呢 上京赶考 路过一个客栈 在那里 住宿 那么结果这个客栈的主人呢 是一位新寡 这先生刚刚去世 那么他还很年轻美貌 这女子呢 看到敌人节啊 非常的 英俊潇洒 所以呢 就起了爱慕之心了 晚上呢 就来找敌人节 敌人节晚上正在看书啊 听到有人开门 要去开了 一开 看见呢 这一位啊 盛装美艳的女子 在自己的 眼前 当即一愣 后来呢 立刻提起啊 观照 心就定下来 啊 那么 知道这个女子的来意之后 敌人节就跟他讲 说过去啊 我在 有一天呢 遇到一位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呢 他跟我讲 说 我的面相啊 是将来主贵 就会有达官显贵 可是呢 要注意 一个色字 如果在这色字上 摘了跟头啊 你这应得一损 恐怕你的富贵 就不保了 这个敌人节 他就问了 这个在美色当前的时候啊 说能够不乱 这个一般人难以做到 有什么方法 可以能够啊 见色不乱呢 老和尚呢 就传授给他一个方法 啊 就是不静观 当你见到一个美色在前的时候 你立刻要提起观照 啊 这个 他的美色啊 只是外面一层面皮而已 啊 你看他皮底下包的肉 包的骨 包的筋 包的这些体液 那全都是臭惠不堪 啊 你看这身体里面 这吃进去的东西 还没排出来 啊 你那是很臭惠 啊 你这个做解剖的时候 你把他身体打开呀 那里面呢 那都是非常 啊 够惠的东西 啊 这个时间久了 连那个猫狗都不想吃 啊 然后再想一想呢 一个人呢 一个人 这个美色嘛 他现在是年轻了 那 这个 如果是有病的时候 啊 他 你看 面色枯皎 啊 这个形容枯皎 面色苍白 头发蓬松 啊 早上起来了 没有洗脸 啊 这个很难看 像一个鬼一样 啊 啊 再想想一个人老了 啊 总是会老的呀 啊 即使是西施 他也会有老的时候 啊 啊 那是皱纹呢 满脸 啊 这个满头白发 那也就不是啊 那样可爱了吗 啊 你再想一想 他死的时候 啊 死的时候呢 可能会因为得病 啊 这个身上呢 臭惠 啊 这尸体呢 这刚断气没多久 尸体就开始腐烂 啊 就长蛆虫 那虫嘛 从那肚子里呢 就咬出来了 一个洞一个洞的 啊 不久呢 就全身都是密密麻麻的 那些虫洞 啊 然后呢 你走在旁边 就一股那种啊 湿臭味 啊 你就想一想 这么一副尊容啊 你还会有什么爱遇呢 啊 所以呢 这个敌人节 跟这个前面这个女子说 我刚才看到你啊 这刚第一年呢 哎 愣了一下 差点被诱惑了 啊 第二年呢 立刻提起老和尚的这个教诲 啊 我就观察你就是这样的 啊 啊 那你现在呢 也可以观察我也是这样的 哈哈 啊 结果这个女子呢 啊 也观察了 啊 这次观照了一下呢 然后呢 拜倒在地 啊 说感谢啊 啊 这位 啊 相公啊 啊 不仅保全了他的争吵 啊 而且呢 教给他 啊 借淫的方法 以后啊 就可以为自己的夫君守节了 啊 那么后来敌人节上京赶考 果然考上进士 而这位女子呢 也是因为呀 很好的德行 女德 操守 而被朝廷表彰 啊 所以你看看 就是这一念之差 啊 那个祸和福啊 就是在那以旦夕之间分叛 啊 那么这个药灵 就在平时啊 认真的去 这个 修这种不静观 啊 在敌人节啊 曾经说过这么个话 就教我们怎么做不静观 说人至美色在前啊 即使此父 一日抱病而死 其是溃烂 从 屈从 传句 臭惠熏人 领护可畏 邪念便适宜 这是 看到 女色在前 啊 当然 女人看男色在前 也是一样 啊 马上呢 提起这样的思维 啊 是这个 前面这个美色啊 一日抱病而死 的时候 啊 他的这个尸体溃烂 驱从 船具 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啊 咬的变身片 啊 变身 啊 溃烂 臭惠熏人 啊 那个味道 很难闻 领护可畏啊 你就会觉得很 害怕了 啊 这个这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尸体 哪里会可爱 啊 那 这种 这种所谓的 淫念浴火啊 就 被啊 冰湿了 啊 冷水浇头啊 就 就没了 啊 这个 确实 很管用 啊 那佛家教我们 这个不禁观呢 如果能够 常常 这个 观照 那实际上呢 你不要害怕 你反而得到 身心清净 啊 身体啊 这个 经上讲的啊 常修不禁观的人 身体会有 幽波罗花香 啊 幽波罗花就是青莲花 啊 你看 虚云老和尚 啊 这是 残门 太陡啊 啊 持戒经验 他的衣服 一年都不洗 啊 头发也是 都不剪了 啊 也不洗澡 这个 这个身上污垢啊 是很多了 啊 但是呢 这是在香港 他有一次来过香港 啊 有这个 有个居士呢 给他 啊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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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铺床的时候 哎 发现呢 哎 他的这个蚊帐里面呢 就有一股 莲花香味 啊 这个香啊 不是哪儿传来的花香 更不是香水 老和尚怎么会用香水了 啊 完全是什么呢 他借得的 倾香 啊 心清净啊 所以 这个是很好的 一个方法 那么 常常就想 常常观想啊 平时就用这个心 真正遇到了境界线前 遇到考验的时候 你自然能如如不动 啊 这是啊 一个很好的功夫 啊 这是讲到 好色 坏德 啊 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下面第四条呢 专心细爱是一并 这个专心细爱啊 也是讲这种啊 情爱 啊 前面 好色坏德 主要是讲 欲 这里讲情 啊 这个 所谓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这个情啊 也是一件麻烦事情 啊 当然人不能没有情意 可是情意呢 它是以智慧 以道德作为标准 啊 以义作为标准 如果超乎道德 违反人意 啊 没有智慧的这种情 这叫迷情 啊 这种情呢 就有害了 啊 尤其是啊 所谓的儿女情长啊 啊 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 这个啊 也要 把它远离 啊 应该讲什么呢 讲道义 讲恩义 不是讲情爱 你看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 那是讲的所谓情爱 但是没有了道义 这是不能够被人所认同 也不符合道德 那么他的果报也就很明显了 这个在唐朝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例子 唐玄宗常爱 杨贵妃啊 啊 这杨贵妃是天生力至啊 而且能歌善舞啊 善解人意 啊 她本来呢 是唐玄宗 就李隆基他第十八子的兽王之妃 所以玄宗是他的公公 结果看到杨贵妃有倾国倾城之色 就把他纳为自己的妃子 这本身就乱了礼法了 结果就把杨贵妃交到自己后宫 这是迷恋于九色 这是长恨歌上面写的 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他就不再管朝政了 一天到晚专心戏爱杨贵妃 杨贵妃的家族也因此而得到显赫的权贵 结果 那么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 有安史之乱 这个安禄山造反 本来安禄山曾经立过大功 玄宗皇帝对他也很赏识 还让这个贵妃的姐妹 跟这个安禄山结为兄弟 据说这杨贵妃在宫中 跟这个安禄山还有染 这杨贵妃也不是什么贤良的女子 但是玄宗因为不能割舍杨贵妃 所以对这此事也就不再计较 后来安禄山叛乱 结果满曹文武都把这个罪归于杨家 所以把这个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要求玄宗皇帝给斩了 斩了以后 他要求让杨贵妃自意 这贵妃就不斩 就让他自杀 如果不杀他 大家就不走了 因为当时玄宗皇帝遇到了危难 他们逃出长安 往南逃 在马维波 三军将士不走了 非得让皇帝杀了杨国忠和杨贵妃 这才能够服气 结果没办法了 玄宗只好让杨贵妃自意而死 所以这个辗转额美马前死 这个是长恒歌上的诗句 那我们看到 唐玄宗是以色取人 专心戏爱 而没有履行好自己为人君之责 那杨贵妃当然也是不贤 如果她能够像长孙皇后那样 长孙皇后是辅佐唐太宗的 那真是一位贤德的女性 使到唐太宗 你看能够治国安邦 有这个真观之质 那权宗皇帝呢 早年治国也治得不错 这也是一个历经图治之人 他还挺推崇这个传统文化 你看他还注解孝经 这我讲孝经的时候还用他的注解 确实也是很难得的一位君王 但后来呢 见了杨贵妃之后啊 就神魂颠倒了 所以这是大病 专心戏爱的大病 所以呢 杨贵妃固然有他的果报 那么玄宗皇帝呢 也是啊 因色而乱国 那么我们看到历史上 因为色而乱国的帝王啊 太多了 凡是这个国家有乱 我看多半都与这个色有关 酒和色 你看自从从第一个朝代下朝开始 末代皇帝是夏节 宠爱莫喜 商朝呢 末代皇帝宙王 宠爱妲己 这个周朝 西周末代皇帝幽王 周幽王 宠爱包四 这个包四很有名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这个 千金一笑 风火系诸侯啊 骗诸侯来 就是博得这个贵妃一笑 燃上了封烟 这是军事讯号嘛 把诸侯都招来了 结果没有什么国家的为难 诸侯都很生气 这个第二次呢 真有国家为乱了 犬戎之乱 燃起封烟的时候呢 大诸侯都不来救 这个幽王就死于冰乱 而包四呢 也就被这个犬戎啊 所夺走了 这就专心惜爱啊 老子上 老子前言里面讲到 老子曰 故 有君者不能保社稷 有身者不能全受命 凡是呢 在这个爱遇上啊 这个太过分了 这就会出现问题 有君者是国家 你看皇帝 不能保其社稷 就是不能保国 不能安民 这身 有身者呢 身体也会啊 出现问题 不能保寿命 所以啊 这个 男女之间 即使是夫妻之间 也不能纵欲 前面好色呢 是讲邪淫 这个 这一条呢 戏爱啊 就是夫妻之间的 这个爱遇啊 也不能过分 过分呢 伤身也会啊 败得 那么印光大师 在寿康 寿康宝剑的序文当中啊 就讲到了 他的一个弟子 一个真人真事 这是他一个弟子 叫罗继彤 四川人 46岁啊 经商于上海 他是一个性情忠厚 身性佛法的人 后来呢 早印祖归一啊 结果呢 因为呢 这个罗继彤呢 害了一场病 因为呢 这个要发心 吃素 念佛 所以病就好了 三宝加吃糖 那个面色也红润了 本来是大谢不止 结果呢 不要而愈 面色红润 神采 这个也很足 来见到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看了也很欢喜 但印祖很有智慧啊 大概看出他的问题 就提醒他 提醒他什么呢 说父母为其吉之忧 这是论语上的话 孔子说 父母啊 担心儿女啊 这个儿女是很好 很孝顺 各方面的很好 那其他都不用担忧了 只担忧他的身体 会怕他生疾病 所以为其吉 就疾病之忧 只怕他害病 那么劝他说 你现在病刚好 还没有复原 要慎重 但是呢 这个印祖啊 当时也不好说明慎重什么 那么后来呢 这个人呢 回去大概将近一个月 又回来见印祖的时候 他的面色 已变得 这个很苍白 就像死人一样 这个印光大师就知道 他回去啊 跟自己的妻子啊 放过房室 本来大病出瘀的人呢 要避免的 因为你元气没有恢复 这夫妻生活啊 就会大伤元气 那么呢 结果没有多久 这个居士啊 果然就死掉了 印光大师当时非常痛心 就是很后悔 当时没有告诉他 要慎重房室 出家人也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所以这个听的人 没用心听 就没听懂 就导致呢 自己 这个自闭 那么 所以印光大师呢 特别把这个故事啊 写到他的 寿康宝剑的序文当中 这是劝戒淫的一本书 非常的好 那么 让我们引你为戒 所以啊 这夫妻之间正淫 尚且不能泛滥 那你想想 那 邪淫就更不可以 那么 儿女的 之间的 就是这个 男女之间的情 一定要淡 要用理智 不能用感情 理智越高 这个人呢 他的境界越高 他的爱越高的人呢 他的这个境界越低 所以地狱的众生啊 是纯情而无知 全是用情 他没有智慧 这个天人的智慧就高 情就比较大 那当然这个情爱 戏爱啊 不光是对男女之间 也包括什么呢 包括对于啊 一切物 那种啊 执爱 这个如果有一丝毫的执爱啊 那他就成为我们的障碍 曾经呢 有一个将军 他是啊 上阵杀敌啊 势不可挡 骁勇无比 而且呢 出生入死 一点害怕的 就一天恐惧心都没有 结果有一天呢 他在玩弄他自己的喜欢的一个意识 一个一个工艺品 他是最喜欢他 爱不释手 结果呢 这个东白白西弄弄呢 一失手 差点呢 就掉到地上了 幸亏他动作敏捷 一下就 就就捞住了 可是他已经下了一身冷汗 这时候他就会想了 哎呀 我这个上阵呢 这个 一人敌万人呢 都不害怕 为什么这个玉石搞到我 这个竟然冒了一身冷汗 这个他想想之后啊 干脆把这玉石往地下一摔 就摔碎了 凡是让我们呢 这个生畏惧心的东西 把它摔碎 什么是让我们生畏惧呢 你细爱这样东西 就会因此而生畏惧 如果你对这个世间 一丝毫都不牵挂了 什么事 什么物 都你都不会执着 不会细爱 那你都大自在 这对于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呢 真的很有启示 所以我们想求往生 没别的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你能放下 那你决定往生 假如你对这个世间 还有一丝毫的细爱 那你所细爱的东西啊 就成为你往生的障碍 在明朝有这么一个残门的公案 这是明朝的开朝皇帝啊 朱元璋 他在没有成就霸业之前呢 就认识了一位金碧风和尚 我们知道朱元璋也出过家嘛 他这个对佛法也很敬仰 那么找了这金碧风和尚呢 向他请教 那么当时呢 这个 金碧风和尚啊 也对于朱元璋 有了很好的建议 那所以朱元璋后来听许了之后 果然统一了天下 建都南京 成为了明太主 结果就这个朱元璋嘛 是很念旧的 想到过去啊 这位金碧风和尚 对他有恩 于是呢 给他特地建了一个碧风寺 供养他 而且呢 赐给他袈裟 还赐给他一个宝贵的玉波 出家人什么都不用 就有一个三波 这三一一波嘛 给他的玉做的波 那么这个波呢 确实很名贵 结果金碧风禅师呢 他是一个很有定功的人 常常入定啊 就入了三昧 这有一天 这阎王爷啊 就看到金碧风阳寿已尽 于是拆了两个小鬼啊 去抓拿他 这一个人呢 如果没有开悟之前 他没出三界 那都是受阎王爷的管制了 你寿命到了 他就来拿你 除非你出三界了 那他就拿不住了 结果呢 这两个小鬼就来了 那么当时禅师正在入定 在定中啊 小鬼是找不到 这是结果呢 就问呢 这金碧风现在在哪 就找了土地公来问 土地公 想来想去 没有办法找他 忽然想到 这金碧风啊 虽然呢 他这个道恨很高 但是呢 可能他对这个玉波啊 还有点牵挂 你就干脆呢 在这方面打打主意 这小鬼听了之后呢 就会议了 于是呢 去敲那个玉波 这一敲着玉波 就有响声了 那金碧风在禅定当中啊 就听到有人 在弄他的玉波 因为他心里还有这个挂碍啊 他就出定了 看这谁 在拿他的玉波了 这个一出定 这下子呢 小鬼就把夹锁套到他脖子上了 就拿住他了 哎呀 他当时就想了 哎呀 这下我上当 这个结果呢 他让这两个小鬼说 等等等等 我先还办完一桩事才走 他就把这玉波拿起来 往地下一摔 摔完之后 他就说了一个记子 这个记子是什么呢 若人欲拿金碧风 除非铁链锁虚空 虚空若能锁得住 再来拿我金碧风 这开悟了 你看把戏爱啊 一打碎了 他就大车大悟 他就融入虚空当中了 虚空怎么能锁得住呢 锁不住了 他跟虚空法界啊 融成一体了 所以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呢 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 还有贪念 还有放不下的 这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 生死的根源 一定要放下 这个专心 细爱 什么都 细爱都没有 那只专心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决定成功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